久不久我就会在我的影片里面提提大家 地图上显示有的石不是每一块都可以去看得到 有些可能在老远地方看过去才像 走下去的时间就会觉得平平无奇 而一些甚至可能没有山径可以走得到 所以千万不要看到地图上有些古灵精怪的石名就拿个图码去走 而这日我就会和大家走两块非常神似的石 虽然有些难去但都叫去得到的位置 一块是位于竹高印嶺附近的游准石 而另一块是位于宫庵山上的神雕石 而看完两个旗石之后我们就会沿着山径上去宫庵山 一座出名浮沙碎石路的山头 一条小小难多多趣的路线 究竟是看了当去还是看完可以试试呢 老规矩看完自己做个决定 出发之前分享的客户小资讯 也好就这样通山走无时停 开关之后又到处出去玩比赛 断理好体能之外保护好你的关节也是很重要的 保护了一队重要的装备 我就选择了引用上一部的4D药体粉 FRC调查报告显示交个%日后改善关节痛 我的医护协议认证的医学级素成群产品 注册对药剂斯骨科医生都成群推荐 最重要的是全港的销量销售 number one 而我作为一个真正的用家 我用开的感受分享给大家 就是一个最好的实质 OK 记住 关键是要保养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案件要提提大家 12月14号 曼宁出位价 记得那天进入货了 大家好 我是队长Will 身处在这个黄黎敦 黄黎敦的巴士总站 K66号的巴士总站 刚刚在元朗搭车进来这个位置 我们今天玩什么呢 我们今天去走两架石 一个油准石 一个神雕石 上了这个宫阴山 全程大概是 1公里松一点 10公里不够了 下车之后沿着车头方向走 我们会先经过这个黄黎敦水堂 下车之后一直沿着车头方向 一条干旱的河 沿着黄色的胡锡栏杆 一直向前走 一百几十米距离之后 看到有个温室 我们还过这条河 沿着温室的方向走 好 由巴士总站沿着河边 一直去到这个黄黎敦水堂的距离 大概是两公里左右 其实这些路段已经是轻松交易的路线来的 这里我记得 这些可能假日的时间 也有一些农民 卖一些农作物 这里有很多的田地 有些是早被人假日耕种 不然好像是外围一点点 这里很漂亮 看真一点 原来是奴会 原来奴会也有花 很漂亮的景色 有些菜田给大家看看 轻松交易的地方 除了有农作物卖 还有纳尾卖 来到这个T字路口 我们又转 而又到这个看熊叶的季节 很多朋友又会开始找熊叶看 大唐的红叶做 王牌 很多人都会在这个大唐山路上去 但我会建议 在这边 你都是坐K66的 早点下车 迟下车 在总站下 这边慢慢走上去 那个田园感觉 是正很多 还可以有时 买些些农作物 在那边走上去 一条斜路上 那我自己觉得这边会开心一点 可以参考一下 还可以走到这个王牌敦水塘 好了 来到这个分叉路口 直到一些田地 左手边楼梯级上 王牌敦水塘方向 横过一条石桥 再上楼梯级 这段开始要留一点点 好了 望见梅花庄 听见流水声 再进了王牌敦水塘 在我们的右手边 这个分叉路口 如果看红叶的 就是上大唐 然后直去 而我们呢 是去这个 游准石 这个竹高印山方向 就是右手边 还过水塘的大把 王牌敦水塘 应该在我的视频里出现了两次 今次是第三次 虽然拍过 都给大家一些警戒 一眼见识就这么多了 下游方向的排红位置 这个水塘是灌溉水塘 简单描述过之后 就离开了 王牌敦水塘 灌溉水塘 主要都是因为大滥水塘 引进之后 截了很多村民的水 截了水源 大哥 很大 在附近就建了很多灌溉水塘 包括河背水塘 清潭水塘 以及王牌敦水塘 都是这样 而产生而成的 OK 我们沿着石丝路 继续直去 通常一路顾着说 又会出事的了 直去不是不行的 直去可以之后 在厚小的路段 再转上神雕石 但我们先去了游准石 之后再过神雕石 所以过完水塘之后 在它的草周边 即使我们就在 它旁边的位置 继续延续山径的路段 游水塘边走 幻过绿色扶手栏 继续延续山径路段 前面有个路不通行的牌 我们是直去的 直去之后 有分叉路上车 有真的直去 又见到思乃 我们是坚直去的 OK 继续直行 刚才我形容 王尼敦水塘 是亲子路段 是指于去到 王尼敦水塘 OK 那么 轻松交游 就 夜餐一下 拍照 就沿路回头 或者上了这个 大堂看红劫 打下落里奥段 行车少的了 直上到神仙设 都还可以的 OK 但我想都不是小朋友 一般的小朋友 不是说孖仔 登库级素 可以处理得到 OK 所以 轻松交游 亲自交游 刚才就回头了 现在开始 轮小小的了 听不见 现在前面呢 这个推着去的感觉 是不是很棒呢 推着去之后 还过一条 就是尖 有个小瀑布 这条小瀑布 地图上面就是 神仙设坑 多漂亮啊 水都还可以的 OK 天凉就不会下去玩 也都不浸脚 继续延续 行山的路段 过完一条神仙设坑之后 有一些幼竹林的路段 左边依然听见山间声 因为山间延续 后段就在我们的左边 这段 我上次走这个 竹高印嶺 过去的九点山 我也是挺喜欢的路段 不过那次就很大风 现在就入冬了 走得舒服一点点 虽然刚才外边写着路不通行 但是这段的石级 都是堆砌得很漂亮的 修七石级路段 OK 原来梯级 我们右转之后 那条神仙设坑 又在我们的右手边 就是相对来的 刚才比较上游的路段 游准石就是在我们的右手边方向 这里有石壁 忘记写什么 再回头看看 先看看 整个新闻处 整个中树那类东西 OK 左手边的山径 不要管 继续直上 幻告石壁之后 一些树林的路段 左边有路 右边有路 好像很多分岔路 但是都是直上的 OK 好 一路走着一条 那么漂亮的山径 突然想起来 有点想提提大家 都是关于观众的留言 OK 一路走一路分享一下 我觉得挺重要的 那就不用找 这个留言 有粗口 没有礼貌的性分 我刪除了 不过是值得分享的 大概就是某一条 轻松简单的景点路线 那么那条 那个位置 我就用一个简单的方式 走进去 一个很大路的方式 但是去到那个位置之后 走的时候 在那个位置 有一些难一点的山径 一般我做法都会是这样的了 既然已经介绍了一条 二的山径给大家 那就玩一条难的山径 让大家做好参考 因为不同人有不同需要 你要简单 就沿路走 你要挑战一下自己 就可以跟着那条路线 难一点下去 那个留言大概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 希望没有那么多人看到 这个频道 我跟他走 差点跌死 那我就很拼头 就是 都描述得很清楚 因为进去的地方都很简单 那跟着我就想 不是如果我没猜错 是应该没猜错 OK 就是有些朋友 可能看了开头一点 甚至乎没有看 就在片尾 下跌了一条路线 接着我就会走 那他没有听过我里面 任何的梅述 那他就顺着走 他就很顺利 去完之后就沿着下 下到一半就滑死了 上又不是下又不是 所谓他所说的梅述 就差点跌死了 那第一 首先 我不是说要欺骗大家的观看数 而是 你是看了才决定去不去 如果你都没有愿意 花那三十分钟左右 那天会有二十多三十分钟而已 那你都不愿意了解多一点的 那你出事难听些说 你不要骂人 OK 第二样东西是 就算你走到路 我当前面有路 你觉得你自己处理不到 就算我叫你走 你都不要走下去 我讲九万次的 我告诉你 别说我讲 地图跟你讲前面有路 你记得前面是懸崖峭壁 难道你是走下去吗 不要说懸崖峭壁 你自己觉得自己处理不到 也不应该下去 不是灰气说话 我想借着一个投诉 也有些投诉 讲粗口就是投诉 留言 我想分享给大家 有些东西 如果你有兴趣的 你自己了解多一点 其实不是帮我很多 你不要想要看到尾 那几个广告 我会有很多心 集役食堂就是 但是那些东西 其实是 跌个毫子 你都不会收拾 是帮你自己 不是帮我 只可以这么说 真心说 真心说 你对那条路 是有兴趣的 你了解多一点 要不然 你真的不要只拿QR Code 拿一条路线就是走 那 不要说危险 就算不要说危险 都没有乐趣 好了 希望大家收到这些讯息 来到这个分叉路口 我都要确定是否在这里 差不多到下去的位置 看一看 主径在这个位置 我们有个差不多的位置 就要下去了 是不是这个呢 我先看看 OK 看完 清楚在这位置下 很明显的 有棵树 有条黄色的丝带 刚刚在这个位置 离开这条神仙切脊 下去 大概由刚才那个分叉路口 就是那个 左转上山 正式上山 离开村的路段 到这里有几点距离呢 明显给大家听一下 好了 不要说到那么远 在水塘开始计器 玩过水塘 之后来到这个分叉路口 大概500米多距离 微微向下走 一直向下走的时间 下面这个山谷的位置 就是刚才那条神仙切脊 看到那条樓梯级吗 一直上 大概这个位置 这个 就是这个油准城 是不是读过准字呢 应该没错吧 好的 继续直行 当你见到直去有路之时 但是右手边有个很明显的 下山位置 有一些的蹲位 下脚位 我们就在这里下去 玩过 这条神仙切坑 再延续前面的路段 过了来了 你会看镜头 这里坑很幼的 当然说现在没有什么雨水的天气 大水的时候 又会粗壮一点 这边要跨过去 好 先拍一下路况 这条是 上去的这个油准石 就是在地图上的油准石 打下来的一条 蓝色的坑间 在我们前小路位置 这条更漂亮的路 OK 可能我上来的位置 有点歪了 但是不要紧 这里坑一条 很小的坑 回来也不算是过间 也都看到有丝带 其实这里都是有路的 OK 来到自己 小心点看清楚 都是顺着这些开游位走 旧石就在这里了 这边过都可以 好几条路都可以走到 而我现在走这一道 正正是旧油准石 下游的山间位置 这里呢 现在就没问题 下雨天 就应该不要走这个位置 OK 现在没什么水 看到吗 这些石头是干的 拍给大家看看 在这条山坑里 看到红色的花 好有趣啊 不是龙霧系 我就回不到大家 这些是什么花 小心走过去 这里是有点湿的 OK 看见吗 差不多上到旧油准石的时间来看 刚才刚刚上来的位置是这样的 看见吗 像是那条小山 我们就在那些神仙切脊 走下来 这样下去的位置 噢 旧石头在后面 不知道看不看见了 但如果我看出来 景色是 宽幅开阳的 虽然有点武器 但远处 大墓山的山顶 都看不到 OK 好了 有点风吹过来 涼涼的时间 继续上 上到游准石的位置 这个看是不是不太迟 OK 飞机 给大家看一下 游准 据说是飞得快 比飞机 十大飞得快的动物之一来的 好 好了 看完转飞机 离开这个位置 直到顶上的位置 不久已经接到山镜了 如果刚才我们不是沿着这条间上 旁边有一条楼梯架 刚才完全都看见了 只要在左边的小位置 屈回到这个位置 OK 所以我刚才选了山间上 直接到位一点 OK 至于刚才提过 这个游准 是逼得最快的 小鸟 甚至是动物 是你经过Fat Track 你知道 在网络世界找东西 都随时出错的 多人搜寻未必等于对 有时找歌都找错 你找MIRROR 都随时出错ERROR OK 好 继续上 一直沿着山镜上的时间 路况都明显 一条环山镜 OK 继续上 直角下边有路 下面有路 不要转太高 修正路上 左高右低微微向外斜 小心点走 来到这个位置就要 还要分叉路 左边有樓梯 右边有路 下山的 回到我们来的方向 记不记得很多树 应该是刚刚散 应该是直树出来的结果 这里是很开阳的 夏天并不是太适合来 但是看到一些树种 三五七年 十年八年 OK 会好些的了 好 继续沿着楼梯级上 过坑 继续走 好了 这一段 黄土泥路 微微上斜 这一段的上斜路段 三百多米左右的距离 接着会向右 还移 相对来说 就没那么斜 大概了八五米多的距离 去到分叉路后 刚刚是开始微微向右 还移 看到吗 我们要上到这一位 接着有三个 右手边方向 这一路上的时间 突然又醒醒了个留言 这个不是投诉 这个是文艺 刚刚我昨天上一段影片 就是讲棋壁山 讲棋壁山 就是过去水牛和牛山 有一些迷路 有一些探路感觉 前半段的棋壁山 聊天之外 拍的路况先 公甘山的特色 很多这些 那些叫做冲沟路段 听着你的回望镜头 已经要冲沟 OK 那大概他就说 他不知道 有一些路段 就有些迷路 淡了很久 到最后是 没有回头 他问我 怎样克服 OK 那 文字就太长 很难续一讲 就是写 写那么多东西 很花时间 在影片中分享给大家 或者大家都有兴趣知道 OK 其实没有克服不克服的 最重要是你要 你的技能要强 先 你处理能力 你会克服得到 就是这么简单 如何处理呢 第一 你一定要学会看地图 学会看地图 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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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重要的 哪怕是离线地图也好 或者是这个 子质地图也好 看地图不是你看着等会看 你是要懂得判断它 究竟你现在是 数据上飘离了 还是真的走错了 举个例子 我最初打算走这个 楼梯级上游准石 但最终我沿着山坑上 地图的位置飘离了 那我要知道 究竟我是否真的 身处在那条路上 这些是要靠你 一路走去看地势 例如知道 蓝色是山间 你身处在山坑的位置 那没有可能是那条石屎路 这些判断来的 而这些判断是重复的 你看着离线地图 或者这张地图 你看着指引 你可以学会怎么用 学会的技术是没问题的 但是如何去判断 将你的经验套到地图上 左高右低 哪里是山谷 配合环境 求疑问你是不是那条路 这些是累积回来的 不是帮自己买广告 OK 上山藝班是会学到这些东西的 就是有 刚刚昨天才完成了一堂理论堂 有些朋友 他可能没有细心看的 detail 就是说 我们怎么学用离线地图 其实山藝班的主体 不是教你怎么学离线地图 是整个山上面 你需要的知识 你懂得看地图指南针 懂得判断路况 再结合你自己研究一下 如何用离线地图 只是Apps而已 按着步骤或者跟我的影片去看去做 其实你就很快知道 你怎么判断这条路 回回刚才的朋友 就说 你知道这条路 有没有走错的时间 你就会决定得到 你是不是继续延续下去 还是要判断迷了路 而迷了路 在那个离线地图 没有显示的情况之下 你究竟是继续 跟着你现时的路况 可以走下去 还是不走呢 这些就是靠你 让你存在这些知识判断 例如我现在上到顶位 左边右边右边 左边可以回到竹高印山那边 地图上面都显示有两条路 但地图上面是等高线 你懂不懂得看 例如前面有个山峰 你这样看 就很明显看到山坡 山峰在这里 但是反过去地图上面 你能不能够凭等高线 判断到你前面有个山坡呢 如果你判断到的话 那你更加对路面的情况 概念更加深 以至这些电纜 其实地图上面都有显示 你能不能够凭它去确定你的位置 这些就是加加迷迷判断 你有没有迷路 你怎么找条路的判断 这些我真的慢慢重复回来 所说的克服就是这样 你未克服到之前 有移民最稳定的 就是这么简单 OK 这里微微向下走之后 我们会过去这个神雕石 这一段路又见到 屯门山径的特色 风化冲溝路段 那你说是否很难呢 这里就未难 和这个公庵山那边 都很久没去 我记得第一次去到公庵山 真的觉得 哇那些山坑路段 有些可能是天然 有些可能是电单车铲出来 脚刚刚塞进去 那条路的深度 是去到你的上五寸 下五寸有特色谷歌的位置 是真的非常不好走的 待会去到大家看看就知道 好了 在刚才的分岔路口 即是左边是可以过去这个 足够引领的回头方向 而我们选右边走 右边这段路去到神雕石 大概1.7公里左右 相对来算是一个 没有那么大上落的路段 不过没有那么大上落 也有前面的路 例如是这样的 好 在刚才的分岔路口 向右走大概600多米 来到这个开阳的位置 望回整个元朗天水围方向 还有那边的深圳湾大桥 好 这边有旧建筑物 我们先去看看 好有趣 这边我没有来过呢 这边应该没有来过 应该有些接收信号 那边有什么东西 但是被烧过 被火烧过的 一些机器 隔壁 玻璃 好 八卦完 离开 沿着刚才来这位的 右手边 继续下山 好 好 来到这个位置 华蟹 公甘山的特色 浮沙碎石路 这里应该是玩电单车 给大家看看 多直 多斜 刚刚我下了一段 从这里这样下来 这些位置 是有越野电单车玩的 OK 我们小心下去 如果觉得处理不了 左手边多些石 右手边有些树 我就会建议大家 走不惯这路 过去左手边 我都陪大家过去左手边 当然 这样突然间切过去 是吵架一点 看到吗 这里有些石路 让大家下来就会好些 来玩这些路段 记得要坐回咬地的鞋 普通那些逛街鞋 千万不要走这些路 死得没天亮 真的会跌死 不是开玩笑 好了 到底下 回望镜头先 都很明显 这些是玩电单车路段 刚刚我们就在镜头前面 右手边下来 如果在上面下来的话 只会在左手边 OK 前面还有少少电单车路 这些都是踩上去的路段 好了 玩电单车也不会只有一段 一路走都还看到这类的路段 当刚刚那段很长的电单车路段 出现了的时间 我们距离的神雕石 大概有600多米距离 好上去前面这个小山坡的时间 来个回望镜头先 刚刚那条山坑 是不是都很斜 很短 好 来个回望镜头先 未上这个小山坡之前 回望后面我们刚刚走过的路 好 这段山坑 是不是都很斜 很短 现在这样看是很斜 好了 来到这个位置 为什么要停下来呢 因为我们去到神雕石的分岔路口 由于我们是由尤准石那边过来 黄尼敦那边过来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位置 是要微微向下走回的 看完石后 就会上去这个位置 然后再直去 就下回到黄尼敦的方向 这个位置非常清晰 有很多丝带在这里 沿着向下微微走大概 是8-2米左右的距离 就会见到一只雕 我们一只雕之后就上回来 神雕石我上来很久了 但是对我来说 我是未来过的 所以究竟像不像呢 真的完全没有什么概念 下去看看就知道了 8-2米左右的距离 距离不距离 拍给大家看看 距离不距离 距离不距离 始终都是落山路段 OK 不是没有走 因为中间的坑位 我自己就一般的走路 不是处不处得到的问题 是不喜欢的 但是路没选择的 去到的位置就是这样 下来这段开始斜一点 好 左右两边有分叉路 有条黄丝带 完全看到一只雕 不知道是过意在哪里 穿过这两棵树 先 OK 在这里了 到了 究竟哪个角度看似一雕呢 OK 但是 不要理会先 先研究这个石 是挺有趣的 在这里了 看看可不可以来个360度 先摆一摆 即未放飞机之前 打过轮 OK 前一点 在这里 跌下去 断手断脚的 看看 哇 而且这些位置看头 删得高 有时你顾着看下面 几层楼高 好 框架 靓葭 製整岛 莱洁 滞 好 在这里放转飞机之后 离开神雕石 坦白说是像的 但是飞出去之后 再看过来的画面 才有一个像雕卜在这里的感觉 如果你身处其中 就这样拿相机自拍 我觉得效果就应该不会有一个像的感觉 OK 离开这个位置 下一站我们去过宫庵山的山顶 之后下山 全程打下来四公里左右 好 回头上这段路 刚才下跌的时间也不太斜 我的感觉 一上去的时间 原来都很斜的 下这段路上下的时间也要小心一点 慢慢走 穿着的鞋子很厉害 与此同时下雨天 不要来了 下雨天这里不适合 好了 出回来才去路口 看着这条丝带 OK 我们左膝边方向 准备下山 但是途中会先经过高阴山 专业过一过去的山顶 好 让我们的路程 带走四公里的鹿山路边 好 一直走途中 我们会经过一个电塔底 山径 来得都为自由眉眉向下走 好 这段路是浮沙顺石路 这段路都是浮沙顺石路 跑返跑 越少受到地势低 又开始明明上车 好 这段路是浮沙顺石路 直望过有一个顶峰的位置 这个顶不是高阴山的顶 而是库阔的 这是第一身处位 但只有一点多公里的距离 才到顶 这段路是浮沙顺石路 又要未必必须下车 下车之后 继续门上 这段路段虽然沿着山顶上的山脊 但是相对来计算数据数据数据 又有这么多 刚刚一段高数据的路段 离开之后 刚刚一段高数据的路段 走前一点去进入数据的路段 好 横过顶后 看看前面 看见浮沙顺石的山峰 前面这个就是 我们要去的目的就是 公银山的山脊 好 已经上了公银山的顶 这边的路段是怎样 浮沙顺石 冲沟 滑潭 好了 拍完冲沟给大家看的时候 开始上去了 在这里左边有条路 就下回到南地水塘 即是洪水坑水塘那边的方向 不过我们今天不在那边下 我们会沿着黄尼敦那边下 浮沙顺石 你看 慢慢过完这个方向之后 慢慢过去前面 还有另一个山坡 我所说的这边的路段 就是这边 下回到屯门那边的方向 可以在这里下回到南地水塘 这条路都很清晰的 而我们刚刚来的路 就是这个位置 在这里走上来 好了 上来之后 继续上去 这个公银山对我来说 我不是认识了很久 大概是201-2016年的时间 才开始知道有些座山 在那时候玩个比赛 UTMT橫大墓山 160多公银 实际上是140多公银 的活动 第一次来这里 那时来的位置是深夜 大概是三四点左右 三四点无法走这些路 你想想是几开心的事 来到这个位置 应该有超过100公里 打底的了 那时觉得这里是非常之好玩 已经定了一个目标 之后要来过的 但一直都没有来到这个山顶的位置 如果记得是 我有一条片是曾经到过这里附近 但正式上顶 都应该是没了 这次应该是拍了两年几片以来 第一次上来 看看多邪 不如我设定这部机拍给大家看看 我放上去再拍给大家 我上去的事件是怎样 很棒 下去不用背包 先放下这边 有几斜呢 这里很明显是电单车的 这些泰民都还在 OK 继续上就应该是这些 电单车轨道 滅野电单车轨道 看不看见 前面那个电塔后面的位置 就是公甘山的顶 有目标高处呢 我没有去过 所以我不知道 先看一看 你看看路房 很多电单车车飞持 的时间画面会如何 好 看完这段路房 继续下电塔底的位置 然后再上去顶 好了 已经看见远柱 看到有枚标高 长芒草飘在后面的位置 好了 来到公甘山的顶 不是很高 三百海拔都未够 二百九十七 但因为它比较 难闲些少 所以 都是一个难门的山头 刚才说了 沿着黄泥敦那边 一想想 可能下行水桥方向都不定 放转飞机 再说 好 离开公甘山 我决定沿着洪水桥那边方向下山 这里会近些少 路房应该都差不多 唯一缺点就是经过不到那间公甘庙 不过我记得都没有太特别 所以我决定沿着这边的方向下山 这里有很多电单车 下山的时间小心点 如果不然就到了PK 路房K区的时间 更加要拍多些画面给大家 看看 看不看过影 都看到我得很小心 最主要是因为我拿着照片 一跌倒是小的手褲 所以大家要小心 这段算不太斜了 看到前面那块石堆 好像一个公园 跟现在这些缝砂碎石路 成了个强烈的对比 先看看 应该我们都会经过这个地方 走到现在这段路段 首先先说 我未走过这段路 但是我对这段路的感觉又不错 这样说 如果你是大二天时走 就没有了 没有借没有挡 OK 那处理不了仇山碎石 也都不适合你 但是如果你是处理得到的话 天雷的时间 你看回屯门的景色 和天雷的景色 南天白雷相当不错 今天走得很舒服 OK 到现在来到大佩晨时间 喝了几口水 来到这位置 左边 这个先我所说 好像有个公园 我先看看 这个位置有两块大石 石垃圾之间 有条路可以上去 好奇的 我当然是上去看一看 先上去 石顶了 上到 看得到 这些都是松树 走过的路 旁边是一个大石 这边 很多路可以下山 条条 基本上都很开阳 看一看 探索一下 如何走 选一条 下市区最方便的路走 这个方向是天水围那边 浓浓的青山 而看另一边 镜头前面的 深圳湾大桥 即素法人的另一边 就是元朗那边的方向 好 我们走到后一点 在这个 我们不会到元朗 下去大概 在这个洪水桥的位置 这里是一个很漂亮的山径 我们去前面 山径落山 现在我屈回头 刚刚去过 这两个石堆之前的路口位置 好了 出回来刚才的路口位置 这条路很斜 这个一定是玩电单车 我试试前一点 会不会好一点 在这条路的右手 有另一条路 不太斜 这条路应该会好一点 下跌几步 前面的路是这样的 看到电单车手 OK 先回到后面 刚刚下来的路是这样的 而我试试很斜 就是这条路前面的位置 电单车手在前面 我看着它已经安全 沿着这条路 旁边下来 都是佛山水石 小心慢慢下来 下来平板 一找自然 有没有像你的手 旁边也有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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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在玩那里 互相尊重 我已经过了他们的位置 人家在玩车 我就不拍他们了 沿着这条路 但我看到有电单车 有电单车 还没有车 下来或上来 横路 了吧 后来一尾 肯定要很难 惹 一 стен这样的邪 相对之前的路 这连绩都不连 到 Nated P 换 ra赴桃 左卵 绿mor 连岸 路 快大哥 反正有路 繼續走 一堆亂石坡,來到這個位置 在右邊有一條路下山 這些應該是越野簡單車上來的路 越多路 回到這個位置,右手邊好像有路 但我們走左邊 地圖上顯示左手邊會接山徑 山徑再落後會接配水庫的位置 很近市區 另一邊沒有詳細看 總之來到這個位置,轉左手邊 左手邊沒有鐵絲網 看到鐵絲網就進入鐵絲範圍 好路,還看到石屎路 蘭嵐的路,很麻煩 看到一堆維修斜坡 沿著樓梯上 沿著樓梯上 很平的草坪位置 那那個應該是配水庫有些頂 沿著下去 一落沿的時間 先物質幾点 地圖上顯示 這裡沒有一個名牌的標示 但實際上是一個很長間左右 有爪梯上的位置 沿著下的位置 下的位置都是反過的地圖上 原本顯示有下的問題 前面有一棵嵌了樹,應該嵌了很久 因為在我的左邊已經開了一條龍 看到嗎?單手模式,小心走過去 OK,在這裏,接到外面來落 落回來,然後左邊繼續落 落到這個位置,有鐵絲網,兩邊都有 回望鏡頭,剛剛我們在這裏 由上爾坎走下來,上面是這樣的 OK,落回來之後,轉向左邊繼續跑 或者走,OK 沿著左邊捆著鐵絲網走 坐在市區的位置,就是中屋村那邊的位置 由這邊落,和我剛才原定的方向去回亡地坤 看回手錶距離,差不多9K左右 那邊我走過的,這邊沒走過 但是我覺得這條路相當有趣 挺有趣的 所以是閘口的位置,外面是斜路 OK? 如果你處理開這些路段,你應該會覺得挺好玩 偶爾走一下也挺有趣的 如果不是的話,就不會浪費了,是有難度的 好啦,來回橋底的位置,有些熟口熟面 曾經好像在這裏下過山 直去應該是中屋村的方向 我記得之前好像在前面的位置 那樣喘出來,還是喘進去 喘進去的 喘進去這個位置 等車就OK的了 分享這位置,一條有少許難度的路線 兩塊石都神似,值得走的 看看自己處不處得到,才好來 因為有很多浮山碎石路 我想未必每一個朋友都有能力處得到 尤其是這段落山路段 如果處理不了,就要計劃一下 是否原路走,還是怎樣走法 分享這位置,小趴出來了 下條片再見,拜拜 拜拜